今天中午人气话题来看到 全国每一天新增的确诊人数 连续四天都已经少于200例 6月28号之后很多人想问了 这疫情警戒有没有可能从三级降到二级呢 中山复一儿童急诊科主任谢宗学 在脸书上直言是有难度的 他认为以目前持续破百的确诊数来看 要达到降级的目标 还有一段很艰辛的过程 他推测7月中旬是比较有可能的时间点 另外他也看到有不少人在计划暑假出游 他直呼说即使7月降为二级警戒 不过这一次台湾的疫情跟去年是不一样的 社区极难完全清零 认为根本没有报复性出游的本钱 全台三级防疫警戒 假日民众自主性封城 从5月19号至今闷了快一个月 疫情观察期得到6月28号 眼看国内每天新增的本土案例 已经连续四天 确诊数都小于200例 6月28号 疫情警戒有望降级吗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 急诊科主任谢宗学在脸书直言 双北从5月15号开始提升至三级警戒 如今已经过了四周 没有上升至四级 确诊人数也明显从高点往下降 他认为已经脱离疫情大爆发的阶段 看来已经达到预期目标的一半 不过要在一个月内解除三级警戒降到两级 难度很高 还说以目前持续破百的确诊数来看 要达到降级目标还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推测7月中旬才是比较有可能的时间点 看看从三级警戒降到二级的条件 单周不能出现三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 或是一天内不能出现确诊十名以上 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已现在国内疫情状况降级可能吗 三级社区警戒基本上效果不太好 整个的疫情能够下来其实就是靠着塞塔 你大量塞塔把病例塞出来 所以双北市场很努力把那个塞塔给塞下来了 我们7月份应该赔解的 因为看这个趋势也是往下降的 警戒要降级还有一段距离 一时也在联书上看到有不少人计划暑假出游也捏了把冷汗 直呼即使7月降为二级警戒 但这次台湾的疫情跟去年不同 社区极难完全清零 根本没有报复性出游的本钱 一旦疫情卷土重来 到时候再升到三级警戒的时间 可能持续到年底 民众千万别 钓鱼情形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